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率团到台湾参访 也是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12天后 再有议员访台 除了拜会蔡总统 也将拜会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和外交部长吴钊燮武燕 随后结束旋风访台行程 不畏中国军演 也向针对台海稳定及和平 强力支持 事实上马基常年关注台湾议题 1979年投票支持通过台湾关系法 2020年和苏利文共推台湾确保法案 其他主要成员 包含曾在马政府任内来访的鲁文索 以及加勒曼蒂和贝爷 共和党的罗德威也一同前来 加上议员配偶和随心顾问 跟三位美国海军联络官 不过就在马基抵台同一天 解放军也不甘寂寞 22架次共机 6艘共舰 侵扰我海峡中线 似乎就在针对美访团 然而这回美访团搭乘的美国空军 C4041行政专机和佩洛西同款 从日本恒田空军基地起飞转台湾 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揭露 美舰雷根号也更改入境南下 似乎是保护美国议员 访台新陈 不受解放军干扰 中国又在发动军演 那我相信这个就等于是对美国 的一种直接挑衅 那我认为这些都是 美方希望能够去确认 而且是希望提醒中国说 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 这个是他们的自由 而且这绝对不能被理解为说 这是一种需要由中国点头 或者是同意的行为 跨党派的美国访团 访台议题横跨美台关系 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到全球供应链 短短不到24小时访问 要穿达出美台关系 绝不因为中国威胁 而有所改变 锦西文宣传后翻车某道